男人买了一具新鲜尸体送到医院 假装焦急地说这是他哥哥 从三楼摔下来了 请求医生务必把哥哥救回来 不管花多少钱都行 医生正打算抢救呢 就发现人已经死得透透的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更好 这可是一个充业绩的好机会 于是他们就开始了表演 一个医生火急火燎地告诉家属 你哥哥马上要不行了 快去给他买点特效要来 就照着这个单子买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男人乖乖听话地去买了药 一下就花了好几万块 他把药递给护士 护士看上去也十分焦急 拎着药脚步匆匆地走进手术室 但是一转头 护士就把药送回了药房 熟练地告诉药室把提成记好账 这空手套白狼已经是他们的保留节目了 然后医生护士就在抢救室干坐着 等到自己都在打哈欠了 又出去找到男人 说你哥哥要撑不住了 傻脑溢血骨质疏松不孕不欲都犯了 得赶紧找专家会诊 然后用最先进的仪器 所以你得先去交五十万 男人毫不犹豫答应了 还忧心忡忡地恳求医生 一定要全力救治 钱不是问题他家穷的就剩钱了 医生心想你不早说 我价位报低了呀 接着专家们很快赶来 走进病房开始会诊 接下来几个小时里 医生护士们紧张有序地做手术 时不时让男人加钱 演技主打一个驾轻就熟 一般家属根本看不出有问题 一番折腾后 医院从男人口袋里套了百八十万 再拖下去尸体都快臭了 今天的表演也就该结束了 于是医生脸色凝重地告诉男人 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力了 但是送来得太晚 已经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 请你节哀顺便吧 男人说这怎么可能呢 你们不是连死人都能救吗 然后他拿出一张纸 赫然是那具尸体的死亡证明 两个医生呆住了 紧接着 其中一个一把夺过死亡证明 然后直接塞进嘴里 但男人不慌不忙又拿出一张复印件 喜欢吃是骂我 这有的是管保 这下医生没辙了 他们知道这是踢到了铁板 只能认栽想用钱摆平 男人也不客气 开口就要五亿的封口费 当然 他刚才交的所有钱也都要退给他 为了名声和未来 面对这样的狮子大开口 医院也只能妥协 男人把五亿给了死者留下的孤儿寡母 然后马上就把黑幕报给了媒体 事件迅速发酵 数不清的受害者堵在医院门口 拦住了院长的车 要他出来给个说法 谁料院长根本没把人们放在眼里 毕竟那只是些手无寸体的平民 他拿着枪就下了车 面对群情激愤的人们 他朝天开了一枪视角 场面终于安静下来 但院长想不到 这一枪彻底激起了众怒 愤怒的人们扑向他 混乱之中 手枪走火 击中的却是院长 他就这样死在了自己的枪口下 院长的富豪老爸很快收到了儿子的死讯 他怒不可遏 发誓要为儿子报仇 他将目标锁定在那个送来尸体的男人身上 但是但他看到监控上那张脸时 却惊讶万分 这是我见过最恐怖的豆腐炸工程 一对印度小夫妻前一天才搬进新房 第二天整个小区都他房了 一夕之间 成百上千个家庭智力破碎 废墟里随处可见血腥的尸体 丈夫焦急地寻找怀孕妻子的身影 却只看到了一只毫无生机的手 无名纸上带着他们的婚间 阿迪的妻子死了 而且一尸两命 阿迪不相信这只是个意外 在多方查证后他发现 小区所在的区域原本是西地 根本不符合建房标准 但是身为开发商的富豪张三 随便把河水填品 然后通过贿赂 让审批部门通过了开发方案 就这样明目张胆地开建 如今他防了他也不慌 用赔偿金堵了受害者的嘴 又用钱摆平警方的调查 但他没想到的是 身为警察的阿迪根本不吃这一套 他收集了大量证据 想要把张三绳之以法 阿迪本以为铁证如山手道起来 谁料张三稳如老狗 甚至还提供了相关高官的电话 他给阿迪两次机会当面举报 阿迪先打给了朱建局局长 但是他话还没说完 接着他又给打给内政部长 也是一样的结果 张三在一旁得意地笑了起来 他已经提前打通了所有关节 和这些高官们穿上了一条裤子 接着他还反过来劝阿迪 说我再给你一千万 你娶个新老婆买个新房子不香吗 阿迪也笑了 他点点头转身走向大门 张三以为他认输了 但阿迪表示游戏才刚刚开始 你们喜欢玩大富翁是吧 但我偏偏喜欢玩拳皇 怒气直攒满的阿迪根本没人拦得住 喽啰们一个接一个被打趴下 最后他一脚把张三踹到窗台 然后抬腿踩上了他的胸口 张三半个身子都悬空了 这下他不敢再耍威风 双手合十不停地求饶 此时只要阿迪愿意 马上就能让张三血债血偿 但他心中的善良阻止了他 他放过了张三 但是就在他转身之后 张三以为阿迪已经死了 于是将他弃尸荒野 但是老天有眼 让一群大学生正好路过 他们救下了阿迪 然后把他带回了学校 这是印度的一所国立大学 里面有许多天真但正义的年轻人 他们得知了阿迪的遭遇后十分同情 而且他们还有着相同的理想 想要惩治贪腐的官员 想要改变这个国家 于是他们自发地团结在一起 由阿迪带领 决定用特殊手段 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腐行动 这场绑架案震惊了全印度 一夜之间 十名政府高官被绑架 媒体把警局围得水泄不通 但是警方的调查却毫无进展 绑架犯是谁 被绑的原因是什么 高官们身在何处 他们通通找不到一点线索 就在警察一筹莫展之时 他们接到好消息 十名官员找到了 但坏消息是 有一名官员出现的方式比较别致 他被高高掉在广场的雕塑上 胸前还挂着一打厚厚的文件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已经成了一具尸体 警方翻开文件后发现 里面都是官员生前贪污腐败的罪证 显然是他受死的依据 文件里还有一张CD 里面是一段男人的录音 他自称贾巴尔 说自己不是政客 也不是恐怖分子 但他会审判那些贪污腐败的官员 从今天开始 每周五他都会抓一个贪官 动用私刑审判他们 消息很快传了出去 媒体又将贾巴尔这个名字 传遍了全印度 但是警方却依旧一头雾水 除了贾巴尔这个名字外 啥也不知道 一群酒囊饭袋办案全靠聊 一杯水一包烟 一个案子看一天 而贾巴尔本人阿迪 也根本没有躲躲藏藏的意思 他还当上了大学老师 每天都正常的教书 没有人会怀疑他 这样一个善良博学的普通老师 就是那个不惜动用私刑 对抗当局的反抗分子 在民众的眼中 贾巴尔是伸张正义的英雄 而在贪官污吏眼中 他宛如洪水猛兽 而且一个星期后 贾巴尔就践行了自己的诺言 又杀了一个贪官 他在一个项目上贪污了足足1.8个亿 还间接导致了877名平民死亡 官员不停地道歉求饶 但这一次贾巴尔不会心软了 这下更是让贪官们闻风丧胆 为了保住小命 他们不惜自爆罪行 大批贪官涌入警局自首 生怕抢不到一个监狱的床位 毕竟敦巴李子总好过小命不保 有的则当众坦白受贿行为 然后将赃款双手奉还 贾巴尔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官员们都不敢收受贿赂了 这直接导致张三的事业遗落千丈 他的解决方法更加简单粗暴 贾巴尔不是喜欢杀一警百吗 这招张三也会 他把拒绝受贿的官员找来 挑出其中最廉洁的一个 然后当众将他杀害 其他官员见状下的魂飞魄散 纷纷自愿接受了贿赂 好家伙受贿要死不受贿也要死 最安全的地方真的只有监狱了 阿迪很快也得知了这个消息 他意识到不仅要控制住受贿的人 妄图行贿的也不能放过 他决定为民除害 杀掉张三 而自负的张三根本不把阿迪放在眼里 还在筹备自己的生日宴会 而且为了有面子 他要求所有宾客都戴上面具 上面印着他的盛世美颜 这就给了阿迪机会 他成功混在了人群当中 然后当着宾客和警察的面 带走了张三 这一次阿迪不会再心慈手软 他的恨和其他无辜者的仇 今天他要一并清算 张三还想反抗 但常年沉迷酒色的他哪里是阿迪的对手 没几下就被活活打死 杀死张三后 阿迪走进警局自首 揽下了所有罪行 民众知道贾巴尔自首的消息后 数百万人上街游行请愿 要求政府释放贾巴尔 运送阿迪的警车也被拦住 淹没在人群之中寸步难行 警察便主动开口 求阿迪劝说激动的人群 他同意了 最终阿迪踩着警察的手走上车顶 他看着那些为他请命的民众 明白自己确实不能一死无知 阿迪告诉他们 在他死后 不要引起动乱 如果想要做些什么 那么就点燃他们内心的火焰 永远不要屈服 将这个国家变得更好 阿迪是贾巴尔 但贾巴尔不是阿迪 而是每一个敢于站起来反抗贪腐的人 每一个都可以是贾巴尔 而阿迪心甘情愿作为一个贾巴尔氏群 故事的最后 阿迪坦然地走上脚型台 接受他为自己的选择的结局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别忘点赞关注 我是七笑 下期视频再见